同学们大家好,我是Lin 在2012年没有出国之前 我的雅思写作怎么样考都是6分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就是5月10号的成绩 也是写作6分,那个时候已经是第四次考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这个表情已经被虐得不行了 所以我特别可以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就会觉得说,我怎么怎么每次都是6分 因为觉得很奇怪 但后来我掌握了一套方法 这个方法呢,帮助我在16天之内 5月26号的时候,雅思写作考了7分 然后我的平均分就是每一门都是7分 考到了上了那个莫大的Must of Teaching专业 毕业之后的话呢,我就录了一个课程 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然后这是一个网络的课程 比如说可以帮我的学,帮助一些学生 14天考到7分 然后还有考了之前考了七八次的学生 第一次就可以搞到7分,甚至是8分 那你现在需要做的呢 就是呢,我有一个7天的免费网络课程 听好,这是一个7天的 然后这是一个免费的网络课程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 上这个课之后呢 你还可以去体验手机application 比如说这个手机application 可以帮助你边走边背单词 还有在线测试题目 真正可以去让你take action 去背一些词组 然后报名方法很简单 停一下这个视频 用你的手机微信 扫描一下下面这个二维码 这是助教的二维码 它会把你加到我们的微信大一群 同时会告诉你怎么样去报名 这个7天的网络课程 这课程里面你还会学习 我的核心方法就是 ABC加recipe 40组ABC四组 同时还有几套四组万能的recipe 所以说希望大家可以 尽快去报名这个课程 如果你周围有同学考亚思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二维码 去分享给他们 好,下面你就可以来 看一下今天的daily lesson了 daily lesson是每周一至周五 每天都有一个 好,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 第98课免费课程的24周 然后讲一下 Crime News的 有一个typo 让步反驳怎么样去写 好,其实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话题 因为它也是这次的预测题目 因为今年这些全部都是高频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题目其实昨天已经和大家说了 是因为现在媒体上有很多犯罪类的新闻 有些人认为这些新闻不应该播放 因为它实际上是会让我们变得特别恐惧 同时会鼓励反罪你的观点是什么 那我说我自己的观点我是反对它的 所以我要用一个让步反驳 好,让步反驳的意思是说 让步的时候你要写一下 你反方观点为什么对 反驳的时候你要来写一下 因为反方观点其实也有问题 所以我的观点是正确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让步反驳是怎么样 写的 好,让步 那不能说你就应该写 那我反方观点 我肯定就会觉得说 Crimews确实挺不好的 的确会让 的确会增加犯罪 同时让人恐惧 好,为什么呢 比如ABC A发生 B发生 C发生 好,这些全部都是课程里面的ABC次组 就是付费课程里面的ABC次组 我只是跟大家讲一下 Constantly being exposed to negative information 是第二组的 一个是说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说 它实际上是和那个 Mass media那一组嘛 是 merge 到一起的 就是很相似的 当我们不断持续的去 接触这些负面信息的时候 所以接触这个词就用 Being exposed to会比较好 它的意思就是说 Be in the situation 就这么简单 就在什么什么样的 situation里面 或者你还可以怎么用这个词 你还可以说什么 screen exposure screen exposure就是你经常看电脑 看手机那种 Give people an impression that 记住ABC的时候 第一个词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动词 Give people an impression that society is saturated with Be saturated with 画下来 后面加的是名词 我说的词性里面要注意一下 就是充满了什么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 整个社会里面充满了犯罪 然后再发生什么呢 因为当你觉得社会到处都是犯罪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怎么样 就会觉得不安全 就会觉得很恐惧 Cause insecure and frightening feelings 好 为什么我这边没有用frighting 是因为题目的原文是用了frighting 所以不要和题目用一样形式的词 不是特别好啊 然后这边的recipe我用的是 I动词B 然后用的最简单的CNG 没有用特别难的 一般情况下让步都是用这样子的recipeA动词B 然后CING 然后第二个concession的说是 我们先看一下怎么样把第一个concession让步连接成句子 好 第一个councilin being exposed to 然后我们就是动词对不对 动词就直接把动词抄下不就得了嘛 然后出现了是动词ING 不就是动词加个INGOK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recipe固定之后ABC就稍微变一下形式 不是特别难 然后紧接下面一个 还是让步 还是让步 我在想说为什么有犯罪新闻之后的话 它会把我们 它会让我们产生更多的犯罪 是不是还是media那个 你看那些bloody的 或者是说criminal behavior会多一点的时候 illegal behavior多一点的时候 你会想去模仿吧 我直接抄的 我就直接抄了那一组的ABC desensitize viewers in the real world desensitize的意思是说 make us become less sensitive to something 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 你看到一些人打架啊 抽烟啊喝酒什么的 你会变得比较正常了 因为新闻里面经常演这些东西 你会觉得 我这东西没有什么的 所以呢我就会模仿它 increasing our probability 是应该是increase increase our probability of mimicking them 好所以这还是这三个 一样的recipe recipe可以重复啊 我这边重复了一下 间接可以不重复 如果你不重复的话 你这边用什么呀 好 这边可以用单起一句话吧 the probability of mimicking them will be increased 你可以这样写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我怎么写到 我直接用的是动词ing 还是把动词照抄 第一个是a too much exposure 然后抄了一个desensitize 直接抄我的b 然后到这边的时候动词加ng 记住前面有个d号 动词ing搞定了 所以这样你结构固定之后 写起来会非常非常快的 好这个时候是难的啊 反驳它 为什么反驳会比较难啊 反驳它就是说 这些tumatic exposure 实际上不会让人们变得很恐惧 你自己想一想为什么呀 经常看那些crime news 不会让你恐惧 唯一不让你恐惧的就是 那些criminals 那些罪犯全部都被抓起来 你还恐惧什么 所以你就会 所以实际上 a这边用的一个反驳的心论方法 是a没有导致c 而是导致了一个负c 好这个稍微一点点难 不是很难 就是跟大家先增加的一个思路啊 most of crime reports enforce the consequences of 是不是大部分的犯罪类的心论 全部都是去强调犯罪的结果 违反的结果 所以就会enhouse people's sense of security 反而会觉得比较安全 好这边用的是a whichc 好直接用which连接 which enhances就可以 看一下是不是这样 however 我这边是不是用了which will enhance 然后这边 还有一个就是 这些crime news 有这些consequences之后的话 那那些想犯罪的人 就会detail them from doing similar how detail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你要记住他的原型 是detail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他的意思是说 就会让别人对什么东西感到恐惧 所以大家就会不会犯罪了 好把它连接到一起 因为都是接到consequences的后面的 所以连接到一起的时候 我只写了一个句子 我写的是 most crime reports enforce the consequences of breaking loss 对吧 然后用which连接 which enhance people's sense of security 加了一个end在这边 直接加了后边 end deter什么 这一段就完了 rather than heavy and opposite impact 我多加了一个 而不是有一个负面的影响 好这个乱步反驳段就可以了 你看七分以上的文章不是那么难的 没有大家想那么那么难 就是最简单的句子 但是重点就是 我这个段落里面用了什么 从句型上面来讲 可以给大家分析 比如说词组上面来讲 都是刚刚画的那些 比如说be exposed to exposure这些 be saturated with 我就没有用be filled with 这个词 然后insecure and frightening feeling 这是一个并列结构 desensitize这个词用的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doing something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并列结构 a and b 然后还有比较高分点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用了一个 用了就是present participle 用的是现在分词 然后下面还用了现在分词 然后这边还用了一个定语重句 然后又加了一个rather than到后面 所以整体就是句子你要多样一下 你不要每一个recipe全部都写 其实最好你可以把这个 因为我这边两个有点重了吧 都是东西 你可以把这个改成什么被动理态 我们之前讲过一个小技巧吧 当你recipe没得可写的时候 加一个被动理态 the probability of mimicking them will be increased就可以 好了说一下今天作业 今天作业就是你们写让步反驳 让步反驳 然后如果是你课程同时的话 让步反驳 给我交一个段落 不要再交ABC了 why we need to prohibit movies movies bloody 应该是bloody things in movies on TV movies on TV 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在电视上面 那些电影都是有一些比较残忍的 就是那些血性的画面 我们要去禁止这些的画面了 好为什么这个是错的 首先你要说让步 你要说这是对的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确实 bloody性确实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反驳的时候我再来说一下 实际上这种影响没有那么严重 或者是说这种影响 或者说虽然看得多了 但并不会给我们带来这些负面的影响 你们自己去写一下 后面给大家具体解释了一下 今天有个actual information 就是反驳方法的复习 因为前提A不成立 一个就是A无法导致C 因为导致C的还有其他原因 我建议课程的同学练一练这个 因为这是我们课程里面讲的思路 也就是说这个题的反驳 如果不是我刚才讲的那样子写的话 你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写 你还可以写说 即使有新闻 其他因素导致我们犯罪还是不犯罪 是不是法律是否严格 就这样写 即使有新闻 所以说如果新闻可以直接影响犯罪率的话 对吧 没有新闻 但是法律不严 这稍微有点拗口 你用英文来想吧 也就是说 实际上它的意思是说 crime news cause cause是什么呀 crime race 如果它可以导致crime race的话 也就是说no news no race no crimes 对吗 这个是错的 wrong 这个逻辑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 如果你认为crime news 真的是可以是导致crime race的唯一原因的话 是不是没有crime news的话 就会没有crime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如果你的法律 还是不严格的话 你现在电视上都没有这些crime news了 那你的法律非常不好的话 一样还是有crime的 所以你用降低crime race 就减少crime news这种方式 去降低crime是没有效果的 好 这个我其实我觉得 我们付费课程的同学 写一下这个作业吧 你们写一个 想拿八分的同学写一下这个作业 把这个写成的那个 可以写一下 八分 八分同学作业 你要写成这个段落 因为这是一个虚拟器 好 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边 想拿八分的同学 一定要写一下这个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同学 想拿八分了 我们 grâce来自个導入 放到这个之间 樱 six 樱七